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 是國際研發界最具代表性的獎項之一 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於週二 在洛杉磯盛蓋博士 展示了今年獲獎的三個技術獎項 其中MicroLED技術 能解決傳統智慧眼鏡等穿戴系統的戶外亮度不足 電量消耗快的問題 那我們開發的這個技術是屬於下世代的先進顯示 屬於MicroLED的這個概念 那MicroLED其實它就會達到所謂的非常高的亮度 非常低的功耗 非常高的解析 應用5G時代 工研院研發的低溫供燒陶磁材料 能夠讓未來5G通訊應用領域 具備更好的傳輸能力 這個材料的部分 它主要是應用原本的杜邦微電子 電路材料部門的低溫供燒陶磁的部分 那這個整個技術最後來講的話 它會在我們未來所會發展的這種毫米波通訊的應用的時候 可以使得這個傳輸的能力會大幅的提升 這個材料可以用在高頻通訊應用上面 基本上在車用或者是商用或者是任何的通訊 需要大幅度材料通訊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到 而且可以提高通訊的效率 工研院也研發AI智慧技術 為糖尿病患者診斷 降低眼睛病變甚至失明的機率 工研院被美公司總經理王少華指出 在工研院榮獲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的獎項中 有超過九成獲獎技術投入產業 這個活動對於工研院來講 應該說在國際上面受到我們這個創新技術的肯定 從2008年開始我們就參加 所以到現在到今年有50個獎項 工研院三項獲獎的研發團隊將於11月17日出席在聖地亞哥舉行的頒獎典禮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楊揚 洛杉磯採訪報導